PS5怎么看视频输出的信息 首先我们来到设置 按三角键 然后来到屏幕和视频 右侧第一个 叫视频影像输出信息 3840×2160 60赫兹 这是4K的分辨率 刷新率是60 第二行色彩格式 显示的是RGB 括号HDR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HDMI 2.1的显示器 这个位置才会显示RGB 如果你用的是HDMI 2.0的显示器 或者电视 这个位置显示的不是RGB 它会显示YUV4R或者420 这个不是PS5的限制 而是显示器或者电视的限制 因为HDMI 2.1的带宽 比2.0要大得多 所以说它的色彩画面会更好 这一行是VR 这台显示器是支持48-120赫兹的VR的 VR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48-60 一个是48-120 下面再分享三个开关 如果有条件的同学建议打开 首先是分辨率 建议选择自动 它自动会识别你的显示器或者电视是1080P还是2160P 这个2160P就是4K 下面这是VR 这个VR建议也选自动 下面这个是ARM 自动低延迟 这个能开的也给它打开 下面这是HDR 选择始终打开或者支持时打开也可以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120赫兹刷新率输出 这个选择自动 这么设置下来PS5会自动去识别你所连接的显示器或者电视 有什么功能它自动会给它使用上 这个视频其实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因为我之前的显示器是HDMI 2.0的 这里显示的是YUV420 现在用的是HDMI 2.1的显示设备 这会显示RGB 同一个PS5同一款游戏 在这个两种色彩格式下 它的表现会有一些区别 因为那个YUV422 它是经过压缩过的信息 会有一些损失 它不如这个RGB色彩画面更好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